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凌晨40分 这个点我饿了 所以我现在要出门去吃一家我特别喜欢吃的宵夜 而且是近期解锁的一家宵夜 它是个什么样的宵夜呢 那大家期待一下 现在就是说应该要睡觉了 可是呢实在是太饿了 没有办法 他们就是吃 就是吃 再烫 别吃 回气 待会见哦 我现在已经到了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就是在吃宵夜的时候 说你们都会吃什么东西 但像我呢喜欢亚马路 所以呢 有时候亚马路就可以碰到一些好吃的路边摊 然后我今天来到了一家很好吃的路边摊 你们猜一下我今天的宵夜吃吧 打热了 打热了 热了 前面自己点 要一二三 要三个 都是加肉吗 都要加肉的 然后加我来两份抹豆腐 杂脆一点 然后都要微辣就可以了 然后有一个不要洋葱 姐还记得你 很好吃 我现在在等堂楼面 用语言来使用它这个味道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但是我已经见了好久好久的宵夜了 首先呢一是它太好吃了 然后第二就是我今天 吃晚餐吃的比较少 因为就没什么胃口 然后晚上就有点饿了 刚好嘛 大家都在嘛 那就来吃一碗热乎的烤冷面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热乎的 就还挺舒服的 我已经就是坚持了一个礼拜了 就是早睡早起这些事情 我之前不是很容易失眠 然后就很晚很晚很晚才睡着 我现在就是11点就可以躺床了 然后早上89点就能起 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健康 然后又针灸 然后又做爱灸 就是很健康的生活 就是很健康的生活 连现在我就是 时间都变了 早上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舒服 然后呢 起来喝了那种热水 还有好舒服 然后你喝完热水了之后你就 然后 然后就有可能吃个早餐 然后爱灸一下 蒸灸一下 蒸灸就两三礼拜吧 好像好 吃开 今天宵夜打卡 50万 通常呢 其实这家烤冷面的时候 都会 咱们就是说 都会找一个炖吃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个洋葱 我就没放洋葱了 吃个饭 臭豆腐 哇好好吃 他跟常茶臭豆腐 应该不太一样一点 一个点是 他有那个马酱 看他这个酱料好好吃 哇好香啊 我们建议还室内就餐 不然会就着寒风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冷冷的天气 在外面能吃一口热乎的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暖暖身体 今天呢 我的小时候比较可能有点短 因为我就觉得 想跟朋友分享一下 我最近吃了一个很好吃的宵夜 也不能说是最近吧 瞬间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 炒冷面 所以给大家安利一下 大家如果晚上 饿了想吃点宵夜茶的 也可以吃 今天没什么太多的 要说的话 就是巴巴很多话 就没有什么样 今天就是让大家来 感受一下对美食的那个 例子 如果你们有啥就是你们觉得好吃的什么的 其实也可以推荐我一下 我也可以去打个卡 如果好吃的话我也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 行了不跟你们说了 我的烤冷面要冷了 我先吃了 待会再跟你们说 哈哈 瞬间移动 已经吃完了 我的烤冷面 跟我的臭豆腐 太好吃了 真的不夸张 我们刚上车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吃完嘛 然后那个师傅就说 他们家的臭豆腐真的很好吃 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晚上宵夜不要吃啥的话 也可以去寻找一下好吃的烤冷面 跟好吃的臭豆腐 反正呢 我已经寻找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 在什么地点 在什么位置呢 你们就自己去找吧 我会告诉你们的 因为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今天的vlog就是确实有点小短啊 就是因为突如其来的肚子饿 然后很想吃一个热乎的东西 当然就还是要健康为主啊 健康为主 但因为我今天晚餐吃的比较少 因为没什么胃口 然后在这个点的时候就饿了 所以小吃了点 但就是小量多餐小量多餐 少量多餐 天凉了 大家出门就一定要注意保暖 不要感冒 然后呢吃东西还是要注意饮食 只要吃太有太辣啊 这样的话就是胃呢 胃消化不良 久久吃一次可以哦 放肆一下没有关系 但还是要健康生活哦 然后我们现在吃完弄完 已经是凌晨一点二期了 然后也差不多睡觉了 今天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因为我这一个礼拜真的睡得特别的早 所以呢 大家也要早睡早起哦 注意身体 天天开心 行了 那我去睡觉了 各位 这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跟美好的梦 我 要去睡觉 哎 有猪 拜拜 晚安 我们下次 还有什么好吃的 我还会继续给你们介绍的 烤骨骨骨骨 没用 呢 一 Peng旅行 还没用 在那里面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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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